这是富贵集团送我的 退休之后生活都有保障啦 送?就是说免费的啊? 是零风险? 对 国王丰收奖励是富贵集团欢庆30周年 诚意献给客户的 不止零风险 30年内回酬最多4倍 快播富贵集团热线 1800881818了解更多 需付和调规 对啊对啊 我听了几轮我就是想找你这件事 我都忘记了 今天约达达出来 就是想和达达你分享富贵集团 刚刚推出的这个 国王丰收奖励这个消息 和达达你分享的 好了 咱们去我最喜欢的剧票里聊启咯 这个就是我们富贵集团 诚意推介的 国王丰收奖励 还是我邀请了 我家里的中国 南洋和升州都有这一面 但是我要让人有兴趣 你们去看 大叔,如果我和你分享这个果王丰收奖励之前 我会用一个十分钟和你介绍一下我们的富贵集团 富贵集团其实是在1990年 我们亦都是国际水准级的全方位殡葬服务企业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本集团 是拥有超过一个亿马币基金来保障我们的客户群 除此之外,大叔可能你在我们的中马区这边都知道 我们有四个亿马区 除此我们中马区,南马,北马,甚至东马都有我们的分行 在外国来说,在印尼,新加坡,泰国,越南也都有我们的分行 我们富贵集团其实90%的客户群 都是来自一帮比较证明的客户群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做好事前规划 我们富贵集团里面其实只有10%的Case 是没有做好事前规划而积用到我们的产品 那我们说回事前规划来说 在我们的生命旅程碑里面 会有这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Baby 我们说到生生宝宝来说 我们一定会选择 究竟在哪间院院里 出生啊? 我们会找培养中心啊? 甚至乎会找座业婆 那英语用品来说 Baby在拓里面 未知男还是女都好 我们都会选择一些最基本的英语用品 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事前规划的 那说回书馆来说 他们长大了 我们去找一间比较好的学校给他们 为什么呢? 受到好的一个教育来说 在以后找工作方面 对于他们来说 都会比较容易一些的 那就来了 我们来看看 如果去到谈婚轮嫁的这个状况之下 儿子生性呢 酒席可能就不需要理会 那我们来说 酒席来说 我们需不需要 而先稳定酒楼啊? 哎,多难稳定酒楼啊 有他们所谓的这个 分纱上呢 这些都是事前期准备好的 那来到家了 那家里说真的 大德你有买保险吗? 有 我本身也有买的 我不敢不买 为什么呢? 保险你和我都知道 是一个必需品 那说到保单 人生最后一份保单 是不是真的保险那张保单呢? 其实不是的 如果一个人 他做好这个保险上高的一个规划呢 其实他发生了些什么事? 不保险金是拿来作安家的用途的 那他人生的最后一份保单 他没有处理好来说 就是我们富贵的人生规和保单 OK? 没有处理好来说 他这个保险金分钟 就会变成他的 安葬费 而不会是他的 安家费 那这两样东西 我们爱 分开来 所以说 人生最后一张保单 其实是我们的 人生不业电力 那事前规划 究竟有什么好处? 好处一 就是可以锁定价格 避免通货膨胀 今天我们购买一样东西 在市场上购买了一样东西 你今天卖 会不会比你便宜 十年后卖 一定会 是的 因为每个产品 在这个市场里 都会受通货膨胀 冲击之下 而会起价的 那第二个好处就是 我们可以避免 家人手忙脚乱 人家人减轻 减轻家人悲伤的压力 发生了时 家人很多时候 都很旁忙 很无助 在这样的情绪 那么混连之下 你要他们决定一些 不可以从头来过的 一些决定来说 对于他们来说 是很大的一个压力 如果我们做好这个事情规划 我们真的可以减轻家人的悲伤 或者这方面的压力 到最后第三个好处 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规划 就是 我记人生 我做主 人生 短短几十年 来到人生的毕业短例 整个 整个流程 整个细节 我们应该如何安排 如何安置 或者如何决定 我们都可以去 话事 今天如果你做好这个事情规划 你只需要 要以20%的首期 然后零利息地 可以供款高达三年 四年 甚至五年 杜涂 刚才跟你分享了这个事情规划 你本身有什么意见 其实你说到OK 其实我很明白的 但是 我感觉不到 为什么 现在我要立刻帮你做规划 其实我还没分享完 那刚才你在车里 是否有听到这个果王丰收奖励 对啊 我说了这么久 我就是要听这一样 刚才我们听到的广告 就是在富贵三十定方 三十周年 所以我们诚意 具现这个果王丰收奖励 那客户 只需要选购我们指定的产品 他就可以享有我们的四倍奖励 再加免费赠送 而且还是零风险的 只需要在我们的富贵三庄 选购它指定的产品 做好的事前规划 这个果王丰收奖励 就完全免费赠送给我们的客户 不用钱 是不需要任何类的 那这个奖励来说 也没有额外的管理年费 或者维修费 客户需要在气支付的 完全不需要 客户只需要在这个产品购买期 时间准时给他的供款 或者供完款 他就可以享有我们的 这个果王丰收奖励 宋利的意思就是 我先会选购你指定的产品 接着你就会免费送我 这个果王丰收奖励 然后高达四倍 我听错了 是高达四倍 我不用付任何一针钱 不需要 承认 再来 不会三年后五年后 再帮我拿钱 之类这样的东西 到 OK 好